早上6時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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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已經在乘地鐵 因為我們今天要去滑雪 我的聲音 完全是還沒睡醒的聲音 有車了 最後還是趕不及這班車 不要緊 我們到底是時間 我們預約了一個地區 早上7時30分 在新宿集合 我們還沒吃早餐 稍後去Lawson買點東西 有機無險終於上車了 我們剛才也體驗了 日本Pete Awa那種沙甸魚狀態 還沒去到平時看YouTube 堅硬逼入那種逼 我們剛才走隧道出來 超有我平時上班的感覺 經過一條隧道之後 就變成了一個打工人 今天的早餐 是每一天都會喝的牛奶 然後我就吃腐皮壽司 然後他也買了一個 腐皮壽司和這個 這個人對芥末很執著 吃腐皮壽司 剛才沒有芥末的盒面 沒有 最後停車要坐兩個半小時 我們吃完午餐就盒一盒 他昨天臨睡前 是看別人怎樣滑雪 然後看勁心的滑雪教程 然後就說 很難 為什麼這麼難 不想喝 現在是早上9時 剛才司機停車給我們去洗手間 但我沒有穿外套 然後我就要火影棚去OLEO 幸好有戴手套 不然就凍死了 這個手套是我昨天 臨急臨忙買的 因為我知道今天會冷 但我忘記戴手套過來日本 我非常喜歡這個設計 手指可以凸出來 但手指又可以戴帽 但手指就沒有戴 然後我剛才就是這樣攪 這樣攪進去 現在也不是很冷 7度 我也覺得外面應該沒有7度 因為剛才在市區一邊開車進來 我感覺到 我睡著了 但我感覺到我旁邊那塊玻璃 那些寒氣是越來越厲害 現在我不能碰到那塊玻璃 那塊玻璃超冷 Hello 今天不是太好天了 好像陰陰的 我們現在去哪 去交一張票給他 糟了 真的很冷 我們買的包裝 就是不包衣服的 就是包羅回車 還有板 我們剛剛就做過衣服 3,400一套 兩位加起來就6,800 我們現在去拿衣服 冷了冷了 從筋衣室走到Trek那裡 已經用了我一半的力量了 因為板和我差不多高 所以拿出來走真的很吃力 而且因為走得太久 鞋底全部都是雪 踩不到在板上 要撐走雪才可以踩到 由於我真的超級新手 完全沒有經驗 所以Trek滑下去的時候 我遲遲都不敢滑下去 因為那天真的太大霧 我完全看不到前面是什麼路況 也不知道前面有多斜 所以你看到它下去的時候 我的身影已經漸漸消失了 第一回合結束 是完全不行的 是完全不會滑 然後不斷摸襯 然後蟹也穿不到 先吃一點東西 然後再開始吃了 原來剛才我們第一滑那裡 不是給初學者的 難怪鏡斜 然後我跟他都摸了幾個 是我的錯 然後我們現在要去一個真正初學者的道路 由於第一次實在摸得太硬了 搞到我有少少陰影 就算是初學者 我看不到前面的路有多斜 我也不敢滑下去 所以之後我還是在平路畫了一會 然後在周圍逛逛 等Trek畫完 OK 今天終了 我今天是一個錯誤的示範 完全低估了形勢 所以到後期我已經躺平了 我在那些平路 然後在那些小小生幼 滑雪就算了 因為他即使是初學者 對我來說都很難 因為我對滑雪沒有什麼概念 還有我這隻手套 大家千萬不要學我 完全搞不定 來滑雪一定要用滑雪用的手套 最重要是防水 緊記緊記 不要以為這些很有趣 我現在冷到半隻手指僵了 我真的很差 真的 拿錯東西而已 下次拿對東西就沒事了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年再來 我們下年要找一些簡單的 真的是 Beginner中的Beginner滑雪 他一來真的很斜 所以 也很久沒滑 賴一下 很久沒滑 所以 他跌到電話都爆了 大家 做足準備 看到滑雪都OK 是啊 竟然滑雪 今天是沒有預計到會下雪 之後還要越下越大 現在的雪 大顆的會打死人 好了 我們駕車就是 4點鐘 現在已經3點50分了 我們要去搭車 出新宿吃晚飯 今天的滑雪之旅 醒醒完結 晚上我們去了在新宿車站附近的 阿夫里吃拉麵 阿夫里就主打他們拉麵的湯底 是不添加美精的 而且都會配搭清爽的柚子汁 所以比起傳統的拉麵 會多了一份清新的味道 我們分別點了一個 冷的煎麵 和一碗辣的湯麵 我自己就不太吃得慣 很重柚子味的湯底 所以我是欣賞他的飯 比他的麵多